上回讲到欧战结束 各国准备召开议和大会 中国政府不得不派遣专使 赴会议和 徐总统指定外交总长陆征祥前往 陆征祥曾因事请假 外交部的事务由次长陈璐暂行代理 此次奉命出扬 不便逗留 便竖庄起行 成轮船赴欧洲了 这时候 英 美 法 日益五国公使 都奉本国政府训令 愿为中国南北调停合议 先提出劝告书递交北京政府 又奠令驻越领事 向广东政府制书劝和 说 法 英 义 日本 美 中国政府 因见此二年内 中国内乱已久不停 大有分崩景象 甚为悬隙 此项纷乱情形 不特与外国利益有损 且致中国治安之惨祸 因此所生不敬之情 反足鼓励敌人之气 而与大战紧急之转机 妨碍中国与协和诸国 实行会办之举 仅该转机已成过时黄花 各国人民正判组织环球 以达各处人民平安公允之时 中国未能统一 则各国民应为之事 更属难为 自法 英 义 日本 美 中国政府 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 深自既往之怀 且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 以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 同等趋向 是以各该政府 就此声明对于北京政府 及南方各要人 愿意废除个人私怀 及拟守法律之意见 以免谨慎从事 免除障碍合意之行为 以免许以慷慨会商之行 而以法律顾及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 为根据 寻以两造合锡之路 使客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 此各国政府同心及阴盼之沉夜 此时法应义日本美诸国政府 声明其切实赞同双方 欲解决向日分裂之争端 为拟欲使之毫无最后干涉之策 义无指挥或见劝此次 义和条件之意 故此项条件必须由中国国人 自行规定所欲者 只系尽其所能 鼓励双方于所望所行各事上 达义和统一之目的 比中国国民对于各国 既望重建之功所兼之责 于中国历史上更为扩充矣 特此劝告 广东军政府答复说 两年以来 中国因内争而治国内治安 及外国利益拒受损失 并使中国不能切实协助联盟国 为公道正义之竞争 军政府对此疏深痛惜 军政府对于此项协助 尤为关切者 该以其战争之主义 与法 英 义 日 美 各联盟政府之主义 若和服劫 护法者非为个人意见 或法律细节而动干戈 实为反对武力主义 并求民主主义之得安全于中国也 国会被非法之解散 宪法视为巨文 武力派之横暴乱政 皆所以使护法者迫不得已 而以兵容相见 伸张直道 尽各友邦觉悟 欲缩短中国内争 回复和平之唯一善法 再停止攻击款项于武力派 本政府致为感佩 本政府信武力派现有意言和 已经令所部各军停止进攻 且告知武力派所选出之首领 在适合地点 直接开和平会议 此种和平不能苟窃从事 无相当之保障 遗留势力 使将来随时复可扰乱国内和平 英 法 义 日 美 各联合政府之意见 未需根据法律 及注重全体人民利益 以为调和之主旨 各政务总裁深表同情 然则此次和平 必为公正的和平 及永久的和平 恕即中国得以设立 以市任及进步之政府 发展真正共和民主之政治 在国际会议上 占英德之地位 各政务总裁 感谢法 英 义 日 美 各联合政府 关切中国之幸福 而对于各国政府 希望中国在仇意世界善后 一应列入 关注圣意 尤为深感 仅此不复 此前 徐总统与前代总理 已得到外国人的承诺 答应代为调停 于是便通电各省 召集各地都军来经商议办法 奉天都军张作霖 安徽都军尼四冲 直立都军曹坤 吉林都军孟恩远 湖南都军赵涕 湖北都军王湛元 江西都军陈光远 山西都军阎西山 松户护军使卢永祥 隋远都统蔡成勋等 皆先后到京 徐总统特在吉林右四道堂中 召集全体国务员 参战都办段祁瑞等人开会 都军们连妹到来 列席讨论 以前南北纷争一直无法解决 是因为党派不同 有主战的 有主和的 这次因内外交迫 主战派也不便坚持潜意 只好见风使舵 呼吁和平 就连一直主张平南的段都办 也认为九战无益 支持徐总统的立场 会议确定了五项原则 一是停战撤兵 二是应付外交 三是被兵各省的善后 四是收束军队的办法 五是整理财政的用途 大家讨论了大半天 然后在四兆堂开宴 隐憾乃散 第二天将商议好的原则通电各省 都军们也陆续出京 各回援任 之后就是禁止再招募军队 发布了不少消弥战乱 治理地方的通令 还有熊熙灵 汪大谢等人 为联络协约国感情起见 在京中发起 协约国国民协会 推熊熙灵为会长 汪大谢 及法国人铁士兰为副会长 又在总统府中 设立外交委员会 令汪大谢为会长 熊熙灵等为委员 调查审议对外事项 各部也可以派遣事务员 入会参与协商 此外 全国省议会 商会 教育会 也都推荐代表 在北京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 于民国7年12月18日成立 宣告大众说 本会联合全国省议会 商会 教育会 业余18日开成立大会 各法团推定代表到会者 已逾过半数 本会实为完全成立 用特宣布本会进行宗旨 以告我国民 本会由全国法定团体组织而成 为真正民意机关 故对于南北和平会议 应实行共和国民应尽之职务 欲有双方冲突之点 给予大多数利益关系之处 实行发表国民真正意见 以利于第三者仲裁地位 此其一 本会对于南北双方 本无偏袒之见 为此次南北会议 凡关于种种善后问题 均待解决 资女于本会内 附设各种研究部 于事前预先讨论 以便将来发表民意 主张公道 不拘国民会议之名 实行我第三者仲裁之本旨 此其二 本会即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 我国民责任之重可知 自后计划进行 由关重当 本会自当推出 对内对外最负众望之人 主持一切 为会中之砥柱 并将本会一部分事物 移至南北会议地点 实相结合与贯彻 我国民政大之主张 非达到南北真正根本 和平之目的不止 此其三 凡此三大宗旨 均经本会 平一步一决实行 用特宣布 申望与全国同胞赞成本会 协同进行 除通告南北当局外 仅此宣言 这时候朝野上下一致言和 似乎有转危为安 毁祸求存的希望 但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 嘴上虽然说得天花乱坠 心中却未必真想履行诺言 况且各省军阀 都是不顾国家 只顾自己 每月征收的赋税 除波作军饷外 多半纳入私囊 所以一座都军变成富翁 多则千万 少的也有百万 别说百姓不能过问 就是中央的财政部 也不敢彻底清查 只好糊里糊涂牵沿过去 此外如关税等收入 又都要拿去偿还外债 这中央政府就只有支出 没有收入 如何支持得下去 所以徐总统就职以后 仍然靠借债度日 什么电话借款 纸币借款 表面上是为了整顿实业起见 由财政交通两位总长出面 跟日本借钱 暗中明时不复 把钱借回来救急 还以各种公债名义 向人民借贷 不一而足 而公债的信用又不好 百姓手里的公债票 平时若有急需向他人抵押 要打三四折 最多也只能打到五六折 而且中国人大多不愿接受公债票 往往是被外国人买去了 他们把收购中国各种公债券 视为投机生意 低价买入 将来去找中国政府兑付 可以大赚一笔 不过自中国加入欧战以后 外国人也比较帮忙 各协约国答应 中国的庚子赔款 延期五年交付 当然其中俄国只允许延期交付三分之一 这样的话呢 就让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 因为五年下来 可以延期交付的总数 大概有六千多万元 可是自民国成立以后 历年借债 除外款不计外 其他向积欠中国银行 以及交通银行的管项 多达八千万元以上 导致这两家银行运转不灵 货币大幅贬值 到了民国七年年底 快要支撑不住了 财政部无计可施 只得再向国民借贷 发行短期公债券 称为民国七年 发交国家银行短期公债 计划发行四千八百万元 面值分为一万元一千元两种 利息六厘 每年复息两次 采用抽签法 分五年偿还 每年分两次抽签 每借抽还总额十分之一 这笔公债 全数拨给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用来归还两家银行 给政府的电款 公债的本息 用每月延期赔付的 钢子赔款作为基金 其中八成还本 二成付息 变好章程以后 提交国务会议 国务员们当然同意 又承报总统 徐总统为了救急 当即批准 可是国库空空 民财易尽 国中有限的收入 一半被外国人攀剥 一半遭军阀搜刮 百姓民不聊生 所以这公债券 无人问津 根本发不出去 政府只好强行摊派 甚至用公债券 来冲抵官吏的 一部分薪金 可是官吏们 也都有父母妻儿 需要供养 一方面物价飞涨 另一方面 拿着公债券去买东西 又没人肯收 大家都愁得不行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鸦片烟 在前清宣统三年 由清政府与外国人定约 限期解决 转眼间过去了七八年 眼看就要到期限了 可是上海洋商手里 所存的鸦片还有不少 民国七年一月间 江苏省都军省长 与英国公司商定 收购他们手里的鸦片 收购以后 只能用于制药 不许再转卖 杨商已经同意 并且愿意把每箱的定价 压低两千英镑 江苏省总共收购了 一千五六百箱 过了几个月之后 驻京英美公使 向外交部致输抗议 说江苏省收买存土 还有私下贩售 赚钱欺人等情况 外交部接到抗议书之后 认为应该由财政部来处理 于是移交财政部 财政部调出江苏省备案的公文 据实答复 说近年以来 政府对烟禁 未尝不积极进行 只因上海洋商 积存的烟土为数甚多 不能令他们受过大的损害 所以上年一月 由江苏省都军省长 与英商立约收买 专供药品 严禁吸收 近来文为有转销等情 未免误会 查烟土制药 各国皆然 此次江苏省收买存土 与宣统三年禁烟条约 并无违反 请及查照 这项复文先送到外交部 然后由外交部转交英美公使 英美公使还是不太相信 中国政府为此专门召开国务会议 决定将所买存土一并销毁 于是徐总统下命令说 政府前次收买存土 专为制药之用 原为体恤商间起见 故虽甚加考定 限制其言 而留此根诸 成恐一资留弊 转于禁烟前途 不无影响 着内务财政两部转斥查明此项存土现存确数 除已经领受者不计外 其余均由部派员都市一律收回 汇集海关 定期悉数销毁 并后特派专员 汇同地方官员及海关税务同等 共同监视 以招慎重此令 第二天又下了一道更严厉的命令 说 鸦片危害罪裂 迭经明班禁令 严定专条 各省实力奉行 以着成效 为是国家挽回积袭 背疾艰难 设禁令之稍疏 愚民急怀侥幸 在稽查所不及 遗害仍恐前资 此次例行焉禁 在国人固惧毅力 在友邦并致热忱 躺赴杨凤因为 使秦中代 将何以策内政之修明 而恕国家之威信 自当政治刷新 急望荡汇敌侠 共贞人寿 所有前次收买存土 夜经特令汇集上海地方 客期悉数销毁 国家不惜捐弃聚金 伪诸一尽 凡以注重燕进 力策进行者 当为中外所供欲 似后我中华人民 当抑制鸦片流毒之库 忠于民生 政府禁令之言 不容尝试 凡曾犯稀释者 既经戒除 自当振作精神 力屈袭染 致私重私运私受 均干利尽 并当各领行章 勿仪依依欺 各地方长官 有督察之责 勿各分斥所思 认真击察 勿在有犯必成 其办理不利者 着随时纠合 依法成戒 本大总统 以保民为重 不单为尊重之告诫 先者有言 除恶勿尽 又曰 旧染巫俗 邪语为心 凡子有众 其供叙之 此令 两刀命令发出以后 特派专员张一鹏 赴上海监视销毁鸦片 同时由外交部通知英美公使 英美公使得息之后 即电令上海的海关监督税务司 会同中国专员监督存土焚毁 等张一鹏到了上海后 与江苏长官查实 当初收购烟土1600余箱 除以售出300余箱外 还剩1200余箱 西数运到浦东 邀请海关监督税务司到场 还请来了地方各团体代表 当场开箱查验 然后点火焚毁 总共花了三天多时间 才将1200余箱鸦片全都烧了 上海各国领事团及地方长官 申商军学各团体 更组织了万国禁烟会 主张限制烟土马飞 除医药用途外 不得种植贩卖 希望能够中外同心 朝野合力 把那祸国殃民的鸦片 从此涌出 那么这次禁烟的效果如何呢 下回接着讲 下回接着